青少年导览员培训 成人礼系列之二 桃园市杨梅区原本社区发展协会 成人礼系列活动 9月4日办理青少年志工培训课程 艾草版DIY手术 下面的比较油 对 大小志工二十余人参加 青少年志工培训课程 分别由两位老师担任 上午市执行长刘邦西介绍 作与为好的导览员 应先完成田野调查工作 具备导览的基本知识 养成良好的态度 并且要能够用自己最熟悉的话 说出当地的故事 下午请台湾师弟护育 秘书长刘正祥主讲 认识原本我的家园 桃园台地的水 生态及客家 桃园柠檬草 这个是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客家的植物 客家植物 我们这个台湾柠檬草是值得说的 那个二十年前的时候 那个台湾柠檬草一度灭绝 李秀莲那个时代曾经辅助 就是像那个 包括这个富冈这边的皮糖都有 就是说一口皮糖两万块钱 就是种这个台湾柠檬草 两位讲师都用心准备教材 深入浅出的精彩讲解 希望带给学员们最大的收获 艾草版DIY手作体验 由完美华理事长讲解要领 带领学员实作体验 这个拿起来就有点均匀的对不对 就把它揉一揉 揉一揉 把它揉一揉 揉成圆圆的 然后酸酸凉的时候 大拇指压住这边 我们把它转成一个不滑的样子 慢慢地转 但是这个中间的地方不能太薄 太薄等一下你包东西的时候 它就破掉了 我们只能往旁边这个 边边的时候稍微薄一点 薄一点拉大一点 这样清楚吗 那你那个会太薄了 等一下你一包它就破了 好 这就是一个碗状 所以这边是湿辣的一湿的 一样 一样好 一样 这个把它装进去 看你喜欢吃多 你就多包一点 然后把它包进去 然后包进去 我们就用手这个把它压住 压住就是慢慢压紧 慢慢压紧 它收口 开始收口了 东西压到里面去收口 等一下蒸的时候就很快了 来 我把这个压紧 好 把这个压紧收起来了 好 然后我们再把它搓揉圆一点 好 好 就拿一个这个就完成了 艾草板已经遵守 大家一起品尝自己亲手完成的客家米食 学员们都觉得这个活动 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样捏拌 就是我们用那个艾草 把它洗洗洗干净了 然后再把它烫熟了以后 然后把那个骨子捏干以后呢 就放着跟我们磨好的米一起搅拌 在搅拌的过程中 我们加点黑糖然后这样 感觉起来不会这样白白的 就有点这样 黑筋黑筋的样子 感觉比较好吃 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种的萝卜 晒成萝卜干 加些香菇 虾米 然后猪肉搅拌炒一炒 然后就包成那个捏拌 好捏拌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 蒸了大概25分钟左右就成品出来了 就是一个非常好吃的捏拌 好 谢谢 好 谢谢 公民记者黄瑞鹏洋美报导 哦 误 误